哈喽大家好呀,我是Kat,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想跟大家画一个这种比较偏咖啡巧克力感的妆容 那如果你要是对这个妆容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化妆吧 首先呢,粉底的部分用到的是姜元道的这个老款的粉底液 先用手指把它点开,将美妆蛋拍开 接下来呢是Makeup Revolution这款我新买的遮瑕尖提亮膏 质地还蛮润的,也很好拍开 定妆的部分今天是取了一个很大的这种粉扑,着重按压在出油的部位 眉毛的部分呢用到的是Benny Faye这个眉盘取最深的两个眉粉色 用眉刷来沿着本身的眉形往后化 因为我发色较浅,再涂一下眉C的染眉膏 眼影的部分呢用到的是我最近新入的Colourpop他们家的一个新品九色盘 先用到盘里最浅的这个颜色,这颜色不是很浅了 九个颜色里最浅的这个颜色我们大面积的来晕染眼皮 接下来取第二升的颜色 加深在睫毛根部先左右晕染再往上晕染出来的这种感觉会稍微干净一点 接下来取第三升的颜色我们来加深眼尾 取一把稍微细点的刷子来画下眼影 取盘里的最深的这个深棕色来画眼线 现在下眼线不要忘记呦,顺便带过卧蚕 然后取这个bling bling的颜色我们来提亮眼头和卧蚕的部分 之后呢我们先夹一下睫毛,涂一层睫毛打底膏 然后再用眼线液呢补一下刚才夹睫毛带走的眼线的部分 然后取盘里的这个最大的闪片色 它其实有一点自粘的感觉,所以它其实还蛮好上眼睛的 然后稍微贴几根这个单粗的假睫毛上下都稍微蓝一点 修容的部分就不用说了 因为我刷根这边有点过敏 所以说今天的鼻影呢打的比较淡 然后同系列的colourpop这个新品用它来稍微上一下腮红 这颗腮红就是比较有巧克力感的 顺便呢还可以修饰一下脸型 护面唇油的部分呢记得用刷子把它刷均匀 最后再上一层漆光唇油加一点点这种bling bling的感觉 那我们的妆容就完成啦 非常感谢你们观看我的视频 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妆容 记得给我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哟 那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